好,現在我們看一個日本人的影片 日本的酸素就是氧氣 日本的酸素就是氧氣 怎麼樣去做氧跟氧的性質 就是要裝置啦 就是我們的實驗裝置 那就是 器材 統治水缸要裝水啊 啪啪啪的 極細瓶就廣口瓶 好,二氧化萌放進去 我很認真地幫你翻譯了 我問我在日本念書的學生 就是要裝滿水啦 瓶子裝滿水 就是一些裝置,你就不要管它了 機器瓶啊,水啊 那個錐琴瓶啊 鏡頭漏斗啊 導管啊 然後呢,就是要你要盡量 墨路水中盡量接近底部 不過我們沒有做兩個管子 我們只做我們實驗室做一個管子而已 我們沒有兩個管子 我們是用那個錐琴 那個旁邊有出來的瓶子 分頭瓶這樣做的 這個是開關 打橫的就是關起來 打直的就是流出來 那你的那個可愛的雙氧水 然後把它打開 讓它流出來 我們課本是希望你用慢慢的滴啊 不過你們應該不會這樣做 因為太慢了 然後一開始的氣體啊 把它就不要收集 它是一個人的空氣 然後就排水集氣吧 收集南融於水的氣體 你就看到它收集差不多了 你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蓋子蓋好 然後正立白色 你大概很難做到裡面完全沒有水 這個過程叫做氧氣的自備 然後再看一些性質 沒有顏色 正確的紋的方法 用手三文 沒有味道 無色無味無秀 就是個重要性質 養有一個叫做祝然性 所以會燃燒更加旺盛 所以會燃燒更加旺盛 我們會做這個 就把剛才的重點再講一遍 上一片 燃燒麵 3 2 5 5 7 8 6 15 18 8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